前几天我跟一位银行的主管聊天 他说他们分行 每个星期派出所园警都要来三四次 都是因为诈骗案来了解案情的 火气太多了吧 但今天我们想看看的是马来西亚的情况 马来西亚羽球混双女将赖佩军 6月3号就透过社群媒体公开表示 自己陷入投资骗局 毕生的积蓄 马币40多万几乎都给骗走了 随后马来西亚的前羽球博手陈文宏 也出来说自己曾经两度被诈骗 总共损失马币251万 真的有够夸张 统计显示 马来西亚去年平均每天有115人被诈骗 更糟糕的是 有迹象显示 很多马来西亚年轻人 前扑后继的投入诈骗产业 而且很多是去之前就知道要做诈骗的 像这种人 国家该救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薇 欢迎收看范淇薇的特别看世界 刚刚提到的羽球选手赖佩军 陷入了一个叫做Dobivo的购物平台 线上投资诈骗 这些投资人得先下载APP 在里面买东西可以赚佣金 但这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透过平台招揽下线 加入投资计划 你招的人越多抽的佣金就越多 这个找下线赚分成的方式 其实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用投资的名义吸引民众把钱投进来 然后再用后金补钱金的方法 把之后加入的人的钱 拿来发利息给前面加入的人 前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投资有利可图 招募更多人加入 等到加入的人够多 金额够大 就捐款减逃 拜拜了 说到这个dobivo 到我们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的165全民防骗网 你就会发现 内政部在上个月 也已经把它列入诈骗名单 歹徒会在社交媒体上 用股市名人财经专家名义来投放广告 告诉你这是一项稳赚不赔 利润丰厚的投资 要求你下载APP Hili账户 前期你会看到账面上确实显示获利 但是这个金额实际上就是看到领不到 等你真的要提领的时候就借口一堆 说什么IP异常 投资金额没有到标准 不能够提款等等 反正钱就是拿不出来 最后就连人影也找不到了 既然dobivo已经是有机可循的诈骗 为什么赖佩军还是会掉入这个陷阱呢 这就要说到马来西亚的整个诈骗情况了 马来西亚的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有超过4万人被骗走了约21亿令吉 比起2022年激增了5倍 其中85%是网络诈骗案 当中就包括电信诈骗 假投资 借贷 电子金融诈骗 跟爱情骗局 电信诈骗案当中 还有2000多人是被假警察骗的 也就是假冒警察告诉你 你现在涉案了 犯法了 要检查你的银行账户等等 慢慢诱导你 收出线上银行的账号密码 等你回过神人来的时候呢 户头已经空了 刚刚说的数据还是有报警的 有些人受骗之后自认倒霉 连报警都不报 所以实际的数字铁定更高 在马来西亚被诈骗之后 选择沉默的人其实不少 有些人是怕丢脸 觉得会被笑或被家人骂 还有人觉得 反正报警钱也不大可能拿回来 还不如赶快努力工作赚回来 虽然政府成立了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来简化报案程序 但是只能说马来文一些华裔或印度裔的爷爷奶奶们被诈骗之后就很难在电话中说清楚来龙去曼 而且呢这机构还被诈骗集团利用 掀起简讯说你丈夫被盗领 然后假装成诈骗中心的人员问出你的资讯 有个女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将近4万里级 而且马来西亚除了民众被诈骗的情况很严重 还有年轻人前铺后继的想要加入诈骗产业 台湾媒体采访过马来西亚的老牌华人政党的马清宾州团长薛杰豪律师 他是营救被骗的猪仔负责人之一 他说马来西亚比台湾更早团出卖猪仔的案件 2021年6月他们正式接到第一位家属求助 然后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动用了政治力量跟人脉 救出了6位受害者 但还有两到三个个案是不接受营救 薛杰豪说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会说四种语言 在诈骗人力市场上非常吃香 这些猪仔通常从泰缅边境偷渡到缅甸的KK园区 在三不拐地带工作 工作的惨况大家已经相当熟悉了 但救援行动只持续了一年就停止了 因为诈骗集团要赎金 家属付不起就得要靠捐款 但金额越喊越高 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就是不想停也得停 只是救援行动停了之后 受害者怎么办呢 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公关 根据他们的观察 有高达八成的受害者 其实事前就知道自己是要去做诈骗的 但是去到当地之后 发现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不服期待 但又跑不掉 只好扬装成受害者求助 好不容易把人救出来 结果施主隔几个月竟然又跑回去打工 人道主义组织真的是看傻眼 而且马来西亚媒体一直都有大肆报道 卖猪仔的新闻 当中也有不少受害者现身说法 也把整个高薪工作的骗局套路讲得很清楚 但是还是很多人坚持要去园区工作 摆明了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苦山行 甚至还有人为了钱 可以连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出卖 因为只要把一个人卖过去当猪仔 就可以赚取马币五位数的佣金 到底为什么那么多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愿意以身冒险呢 原因其实有很多 其中就包括追递薪资的保障不足 马来西亚媒体早在2022年就报道过 高达七成的中学生毕业之后不想要继续上大学 其中的原因包括学费太贵 以及就算成绩优异 毕业之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好工作 马来西亚目前的最低薪资是1500令吉 也就是台币一万出头 就算是工程师毕业之后也只有大约台币一万七 但是当地除了房子比较便宜 其他开销其实跟台湾差不多 钱更不够用 还不如去打零工经济赚更多 就渐渐衍生出了读书无用论 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赚快钱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去年底宣布 政府将在2024年的预算案拨出1000万令吉 来营救高薪打工骗局的受害者 但是一般民众都感到不满 觉得政府不应该用人民的钱来交赎金 而且大多数人还是自愿去的 凭什么全民买单 也有团体建议政府一定要加紧脚步 制定反诈骗法来填补目前的法律漏洞 因为这些漏洞已经被犯罪分子利用 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新的诈骗天堂 我们常常说不要责怪被害人 没有错很难有完美的被害人 就是被害人一点错都没有的那种被害人 但是那些明知应征工作就是要去诈骗别人的 真的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吗 那么多新闻都在讲 去了以后有可能被断手断脚 摘器官被性侵你还去 这是有多贪呢 是有多笨啊 法律有个概念叫 你要为保护自己的财产 尽基本的责任 也就是太蠢的 法律还是不保护的 要我用税金去赎这些人我还真不愿意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没同理心 尤其现在诈骗手法日新月异的确防不胜防 很多时候是见了due diligence 还是被骗了是有可能 此时呢还是要鼓起勇气去报警吧 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些诈骗的人觉得 他们的行为是不会被惩罚的 这只会让诈骗更猖狂 我看到这么多大马年轻朋友 自愿投入这个行业很难受 国家不能给年轻人希望这个国家前途堪忧啊 你或你身边的朋友有被诈骗的经历吗 被骗了之后会不会第一时间报警呢 你对越来越多年轻人自愿加入诈骗产业这件事 又有什么看法 特别欢迎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聊聊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各种们看见 你跟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那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饭学的特地开世界 谢谢天文理精选一则国际华敌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免见